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岸议题的看法 其实我的立场一直非常清楚 就是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 反对一国两制 维护台湾的自由民主 选举其实剩最后七十天 现阶段最重要就是跟选区的选民来报告 我这四年来国会问证的成绩 和地方帮民众解决的问题 所以一天当两天用 七十天当最后七天在拼 争取民众的认同 因为我一直相信选民才是真正的主角 所以七十天 七十多天 我就叫既定的行程跟步调在冲刺 所以是不会去的意思吗 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划 他有提到说 为什么中共军机绕台 或是邦交国连续段 国民党都只骂蔡总统 不骂中共 他很想问你这些 我想这些问题 包括军机绕台 香港的问题 还有他提到艺人到中国大陆工作等等 其实都还是回归到 国家主权和两岸议题的主张 那我的立场一直都非常清楚 就是捍卫中华民国主权 反对一国两制 维护台湾的自由民主 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有艺人在中国 他宣称自己是中国台湾人的话 您会说出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一样 就是不管馆长他问的这个艺人 到中国工作表演 或者是我刚刚谈到军机绕台的问题 还有最近邦交国不断的断交等等 其实这些国人都非常关注 我觉得这些问题也非常好 那其实回归的核心就是 大家探讨国家主权和两岸议题 到底我们的主张跟立场是什么 那其实我在重申 其实非常清楚 就是捍卫中华民国主权 反对一国两制 维护台湾自由民主 所以你支持香港反送中 好不好 这个核心问题 其实我想只要采注坚定的立场 就很清楚 好不好 那最后一个 他只有讲的韩国瑜 他讲说韩国瑜的农水产都滞销 然后还说 让减债的状况都没有提升 然后现在满意度垫底 都要赶紧选总统 韩国瑜问题想跟你请教 韩市长他 不管是在国政上面 或是他每一次在受访提出的证件 其实国政顾问团 还有他的幕僚团队进办 都有完整的说明跟补充 我相信这些其实在进办 都有相关的说帖 所以一切都以韩国瑜幕僚 国政顾问团以及进办的说法为准 最近吴一龙曝光量蛮高的 你会不会有点压力 我面对选战的态度一直都一样 就是不敢大意 也不敢掉以轻心 就是全力以赴 那一天当两天用 最后七十天当 最后七天再拼 所以也希望在最后这七十天 目前全力打拼 请走基层 那很重要 对现任立委来讲就是看两点 国会的问证表现 还有在地方选区的服务 那我相信我在国会问证 经过国会评见连续七会期的优秀立委 这是对我问证的肯定 这也是回馈给选民的一个成绩单 那也希望大家用选票来肯定 四年来有认真做事的好立委 好谢谢 谢谢委员 我尽力了